我就告訴他,我說我那時候沒有人說華為事件啊 他竟然問我,啊華為怎麼怎麼回事 我說我告訴你,不僅華為 如果蘋果手機你查不出後門 那說不定蘋果你就出大事了 我告訴你,只要在中國加工過的電子產品 全有後門,全有漏洞 華為就是 PLA 它不是什麼工作於 PLA 和 PLA 有什麼合作 它就是 PLA 它就是三部 它就是在西山下的三部,它的總部 西山三部招待所就是它開會去最多的地方 低價工程就是它的工程 我說你沒搞明白 我再告訴你的事情 中國所有的私人企業家是沒有選擇的 你的建築,你的生活,你的金錢,你的企業 是被他綁架的 為啥盜國賊啊 讓你幹啥你幹啥 而且你相信共產黨說 這公平的說,包括馬雲 說你現在你跟我合作了 包括任正非 因為你啥都可以知道 絕不可以 你還是外人 在這個生理上 你還是外人 在心理上 你更是外人 你不過就是一個 我用的比較順手的工具 在法律上 我把你套出來 內部你叫入黨 說白了 哥倆同睡一張床 你必須得跟我發生性關係 染上艾滋病 我才相信你 扛過一個槍 上過一個床 然後有共同的錢 在共同嫖過共同賭過 還有 你的秘密我都知道 我的秘密你不能知道 你的事我都要知道 我的事你不能知道 我看太多了 那馬雲去開會的時候 那跟狗一樣啊 都這樣啊 哪個人進去 那李彥虹的啥樣啊 就直子 你看他生活中 啥人進去都是彎道進去的 那連歌唱之後 我也跟你說什麼 中國企業家被利用程度 是西方完全沒有感覺的 第二個西方把間諜和